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珍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设计全能软件出土流 课程的第一个章节的第三讲 这个课程计划把建筑景观规划等设计专业 需要用到的常用软件全部拉通 系统并且高效的讲一遍 前面两节课我已经对CD和天正建筑这两个软件 我们需要用到的常用命令进行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讲解 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看我之前的稿件记录 这一节课我将用一个小案例来带着大家 如何从无到有完成一张图纸的绘制 并且导出到其他软件进行后续的编辑 你跟着这样操作一遍 基本上整个用天正和CD画图的基本思路和流程都非常的清晰了 我相信大家都能学会 课程视频部分完全免费放在B站 白票的朋友记得给我点个赞或者发几百条弹幕 你的鼓励是我持续分享的动力 付费用户可以获得我额外整理的软件相关的素材 在线的答疑服务 以及一些非常有名的当代建筑的一些CD的成品套图 可以直接拿来当画图的参考 也可以直接从里面去找素材 都非常的方便 利用好这些素材画图可以事半功倍 大大的提升效率 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 这节课了我们来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啊 虽然我们前面讲了CD和天正的一些起初的命令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使用的画图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怎么去把这些命令组合起来 然后最后还导出出来一张图纸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综合的运用这些软件的命令 这个初途的一个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那么我们拿一个小的案例来讲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 是一个小的别墅的案例 就是他这个案例的这个建筑 大概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从网上找的一个随便找的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小建筑 可能比较适合这种初学者来学习绘制的这种图形 那么就是一个小的这种别墅的样子 那么他的平面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看到这些是墙体 然后里面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家具是床对吧 这桌子然后这有个露台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 这个地方感觉像是一张小的床 然后这边有个像一个工作台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边又一个小的这个露台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的卧室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个什么西餐厅之类的 然后整个房间的布局就比较简单 然后这边是沙发和客厅之类的 那么我们自己平时画图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一般开始你就会在这个草图上面去勾 就是会画一些这个用这个草图去画一些这个 你的这个大概的建筑的布局或者怎么样子 你可能会画的比较简单 那么你把这个图画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把这个图了导到电脑里面来 就开始操作 把这个草图画成一个比较规范的这个图纸 那么这个怎么操作啊 就是我们首先打开一个cd的这个 默认的他会有一个新建的一个文件 就是这个volume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在这儿新建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选择的模板就是acd 这个模板就可以了 他这个米单位的模板呢 就我们不是很常用 就是我们一般是用这个毫米 就是我们在cd里面画图一般是用这个毫米 就你就选那个acd的那个就可以了 然后你是天正打开的 他自动的就会给你带很多这个图层 就是你不同的这个内容 他会放在 他会自动的给你放在不同的这个对应的图层里面去 比如你的轴线你的墙体的标注啊 你的这些道路就是你用天正这个画的 他的这个门窗啊这些东西 他会自动的给你放到对应的这个图层里面去 这个也是天正啊 就是画图的一个好处 那么我们首先从这个顶上啊 他会有一个叫插入啊 就是如果你没有顶上这一排的话 你在这个有一个向下的这个三角形 这你去把这个显示菜单栏把打开啊 默认的这个地方是隐藏的 你隐藏了之后他就没有了啊 你这个地方去点一下这个显示菜单栏 然后在这个插入这啊 你可以去插入一个这个地方叫光山图像参照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去找到我们的这张图片啊 看一下是这个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比例啊 就是我们直接就是在屏幕上去指定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确定啊 就是这张图片 他的说放比例 就是我们从这个图片上 我们不知道这个他真实的比例是多少 这个我们要等会再去在cd里面去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比例了 我们直接在屏幕上去指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用他默认这些选项 然后点一下确定 然后这个路径呢 就是说你这个图片在这个文件的位置 他的他记录一个路径 如果你这个路径更改了 他这个图片就丢失了 我们随便这个这个这样的画一下 那么你就把这个图片呢 导入到这个cd里面去了 但我们cd一般画的时候 我们的背景呢 其实是一个黑色的 但是这个图片呢 它是一个白底的 那么这个怎么操作啊 我们双击一下这个图片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调节的这个要弹入度啊 就有点像这个透明度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调一下调到70%左右 你也可以手动的在这输入一个数值 确定啊 他这个地方就会变淡 然后他默认的是在图层0里面 我们可以去在这个图层里面 新建一个图层 那么不管你是用什么软件的 就是你一定要养成这个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图层管理的一个习惯 就是不同的这个内容了 放到不同的图层里面去 这样子方便你通过图层去控制 特别是比如说你要开关啊 隐藏显示 或者锁定他 怎么样子 就是通过一整个图层来锁 啊来控制他 这个图层我们就叫这个参照图形吧 参照图片 参考图片 然后我们给他换一个颜色吧 不要白色 这个其他的颜色 这个灰色的 好 然后我们把怎么把这个图片 放到这个对应的图层里面去 选中他 然后在这个默认这儿 我们去找到这个 他应该是在最后啊 因为他是一个中文的参照图形呢 就把放到对应的图层里面去了 那你可以啊 你现在就可以单独通过这个图层 去控制他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块键对吧 你按块键1 那就可以把这个图层给它隐藏掉 我们按块键0 就可以把显示出来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确定一个大小 这个时候 实际上我是通过这个 这两个房间的这个间距来预估的 就是他这个地方有一堵墙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堵墙 那么我 实际上他这个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建筑 他不一定是按照我们中国的习惯来去修建的 就是他的这个尺寸呢 他的比例 那么我大概预估了一下 就像中国这样子一个卧室一个开间 那么差不多3米6 3米3或者3米9 我们就可以去估算一下 假如说他是这么多的话 那么他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推算一下 他其他地方的这个尺寸 那我们画一个大概差不多就行了 因为你在草图上 比如说你自己开始去 在这个草图上画了一个草图 然后你导到电脑里面来的时候也是 他其实是一个不完全规范的一个图子 但是你要通过cd去把它慢慢的 把这些小数对吧 把它去掉 把它抹零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整数 就是让这个建筑修建起的时候 他会比较这些数字的都比较规整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去建立一个辅助线出来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命令之前没有讲 就是画线的时候 但他也不是特别常用 就是有个叫xline 就是xline 数xl他应该就会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画一条就是 辅助线就是无限长的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水平 正交这个打开 然后我们在这个墙中心线去画一根线 这个有点像我们画的那个轴线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点一下 然后确定 这地方就画出来第一根 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二根的这个中心线里面 再去画一下 看这个时候就比较有用对吧 就是我们把这个鼠标的指针 把它调成这个充满屏幕 这样子就可以用这个鼠标的这个指针 去充当一个辅助线的这个效果 就是你再输入一个xl 我们在这个墙体里面我们再去点一根 好确定 好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图形呢 把这两根线我们放到这个图层里面去 dota 就这个其实它就是这个轴线 那么这两个图形之间 好像说我们认为它的距离是3米6 那么实际上现在是多少了 我们标注一下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是2386 那么真正的3米6应该是多少了 我们就直接这个地方旁边画一个3米6的线 这地方有一个小技巧 我们直接输入3600 好确定 完了之后 这根线就是3米6的 这根线 那么我们希望的是这两根红线之间 它的间距是3米6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 我把这个先删掉 我们选中这些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图片 就是我们直接输入一个命令叫al 这个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指定第一个圆点 我们指定它的圆点 然后它的第一个目标点 那么就是这个点 那么第二个圆点 指定第二个圆点 我们指定这个点 那么它的目标点应该是这个点 对吧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比例去把它放大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证交可以先关一下 把放到第二个目标点 然后我们就不需要第三个点 我们就需要这 两个点一一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一下确定 然后他问你是否基于对齐点说放对象 这个地方一定要点4 我们把缩放 就把这根线缩放到这么长 那么他就是正好是3米6对吧 我们点一下4好 确定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去亮一下 对好 这两根线之间刚好就是3米6 这个是我们这个轴线关系 然后我们就把确定了 那么确定了这个轴线关系之后了 我们再继续的去画 就是我们去找他这个新的轴线 比如说他这个墙 我们假设认为他这个墙的厚度是200 那么轴线一侧对应过去就是100 那么这里他有一根虚线对吧 这个地方 那么 假设我们认为是100或者120都可以 然后我们量一下这个地方的间距 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正交打开2750左右吧 偏移个2750过去 对这offset就可以 我们再量一下这里应该也是2750 那么他这个对应应该是屋几的这个 然后这个同样的距离的话 你就不用再去输了 你直接继续的偏移2750 再去继续点他2750 他就会自动的给你 偏移这么多 那么这个地方偏移的2750刚好对应的是这个 线的外边也呢 那么到时候画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偏移回来100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中心线 这个地方 把这个删掉吧 好 然后我们要去量一下这个中间 这个两个墙之间的轴线 我们看一下是多少 大概是7米2的样子的 好我们这个地方再去画 xl 我们画一条 沿着这个墙的中心线 好点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快捷命令 ma 直接把它 把这个 先选中这条红色的线 然后我们再输入ma 把这个白色的线给他刷成这个 一个图层 就是这个轴线对吧 然后我们7米2对吧 我们刚刚那样的offset7米2 好 好 那么这边的我们也来量一下他的间距 di distance 4550 4550 好 然后这个地方也量一下他的间距 16 1600 offset 然后1600 再点一下 好 然后这边这边还有一条 看一下这边的这个间距是多少 di 量一下 distance 2米3左右 2300 好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 他这个地方墙里偏移出来100 然后 就是我们到时候就把它当成这个 这个的边缘 这个图呢 他因为我们这个图片是按 我们最开始定的这个中心点的这个地方是我们随手去 去点了两个点 他可能有一点点不完全精确 这个我们画完图 我们可以稍微的适当调整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去量一下吧 量一下他的这个间距啊 这个我们就尽量的取一个 整数就可以了 比我们这方按4米5来画吧 offset 45 00 好 然后这边的间距 2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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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 你就按2米吧 好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轴线给画出来了 那么一般轴线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第一步就是去画这个墙体啊 我们把可以把这个轴线呢 适当的把颜色调淡一点 这个轴线我们在这个dote 我们去修改一下这个这个图形颜色 比如说一般喜欢改成14啊 这种看起来暗一点啊 没有这么抢眼啊 然后我们去画这个墙体 墙体我们给他比如说200 对置墙体 那么我们这地方选一个 钢筋铜啊 这个地方 左边100右边100 顺着这个轴线去画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你要点一下这个快键F3啊 就是把它这个捕捉打开 因为他这个不是 我们用天正的这个轴网柱子 画出来的这个轴网啊 他不会自动去捕捉 那么如果你要把F3打开呢 他就会自动的去捕捉这些 啊 线与线之间的这个焦点啊 我们直接在这去捕捉一下 你就把这些墙线给他画出来 这个外面的这一圈轮廓就画出来了 这个墙线呢 我们也可以去改它一下 它的颜色啊 这个Wall这个图层啊 就说你要让他这个颜色更高亮一点 看起来我们看起来在这个画面里面 因为他是黑色的背景啊 就是改一个比较鲜亮的颜色 看起来更明显 那改了之后他没有显示 这个时候你可以输入一个命令刷新RE啊 就是RE啊 他就会刷新一下 这个黄色的在这个黑色背景下看起来就 比较显眼一点 然后这边 这边这个地方他应该是从 这边应该再便宜一摆过来 他这边的这个墙体感觉要薄一些 我们可以用一个 可能是一个什么石膏板 或者什么填充墙之类的 我们用个50×50吧 一样的把F3打开 他这边的这个墙 我们从这个图片上看一下 这边的这个墙 是比这边这个墙要薄一些对吧 这个只有他一半这么厚 那我们就随便的换一个 我们示意一下 你画平面图的时候 先把它区分一下 好第一步啊 我们先把这个墙啊 我们先把这个隐藏下去看 把这个墙就完全画出来了 墙画完了之后 我们接着画这个门窗啊 按一下快捷键1和0 就可以快速的去控制隐藏和显示关闭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墙 我们没有画完啊 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他是这个室内的 有一些轻质的隔墙对吧 他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的也有一些 我们再去接着画 我们看一下这啊 DI量一下 1695 那么按1700算吧 1700 然后这边的DI 842 850 接着 1418 1410 然后这边 2930 2950 然后这里这个墙呢 它是肯定是跟这个齐平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画墙的这个技巧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绘制墙体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左边和右边完全对称了 我们就顺着这个基线呢 它实际上就是顺着这个 轴线这边一一边来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选一个比如0100 我们还是把F3打开 把这个捕捉点打开 我们先看一下是从上面往下面画 还是从下面往上面画就是 这个左边的这个0 右边的100这个你要看一下 它是画出来是在哪边 有时候你这个顺序反的 就你不用去记在哪边 反正如果你从上面画出来不对 那你从下面画就行了 那么你就从这个地方画 然后画到这个上面去 这里就把这个 史类的这个墙补上了 然后它这儿还有一堵墙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绘制墙体 他也是 0100这个地方我们 从哪里开始 这边不对 那么从这边开始 这个地方他没有一个 这个 轴线关系对应的 这个地方应该是就是 随便布置的 好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一堵墙 好这边方向过来是错的 从这边 F3 然后 从这个 这一堵墙 好这儿还有一点 史类的这个墙大概就是 把这些然后这边它主要都是一些家具 我们把这个底下的图层按一下快键1 把选中这张图片 按下快键1 他把这个图层关掉了 那么所有的这个墙体的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关系 就是 然后我们再按快键0把这个打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接着画这个门窗 门窗的话就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去开门 我们输入快键mc 就门窗就是他的拼音 然后我们先去画门画门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入这个插门 好在门这 然后 他这个地方的间距我看一下是应该 800吧 一个800的我们看一下 好当你的这个门的这开门的方向了 跟我们的这个图纸 你看你不管你朝哪边墙的那边 他的开出来这个都不对 你按下这个shift键 按下shift键 就可以把这个门的方向给他调整过来 好开在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发现这个门啊 他这个开出来的这个 他怎么自己偏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地方 选的这个插门的方式 就是我们去 选择了一个固定的这个躲宽 就是根据这个门躲的宽度 距离他300去插门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想要这种方式 你就要去 你就用第一个自由插入 插入这个门 插到这个地方 跟他这个图片对齐 然后看一下这里 这里 然后这边这个门 应该比这个门要大一点 这个这个是一个 要主要的这个 800 小了900又大了850吗 应该是850我们试一下 好差不多 然后这儿这儿900 900还是小了点 那就是一米吧 这儿就是一个一米的这个门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门 这边这个800好 这边的门 我们就把画完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窗啊 巨大的这个窗户这边 我们通过这个图片看一下 就这边两个很大的这个推拉 推拉的这个窗户就是 然后这边也是窗户 这边也是窗户 这边也是窗户 这个窗户长啥样子 我们从这个照片上看一下 就这个东西 就是两扇很大的这个窗户 它可以完全把它打开 这个很舒服 这个落地的窗户 然后这个是木质的这个材质 通过这个照片 你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就这种窗户 这个很大的两扇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去插入这个门窗的时候 我们去 mc 这个也可以叫门 这个也可以叫门嘛 推拉门 我们看一下这个推拉门 就是这种东西 推拉门里面呢 它还有一些 这种选项 就是你可以去选 不同的这个推拉门的这个样式 那么它有一个是放在最中间的 这个这个就比较接近于那个样式 我们看下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样式吧 然后呢这个间距啊 这个间距就比较大了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提前去量一下 就是DI量一下 它是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啊 4米4 75 这4米5左右吧 我们就 选一个4米5的这个门窗 我们输入一个 我们去找一个推拉门 然后用这个 我们给它的宽度4米5 在这没有 我们直接给它输入4500 好 然后我们这里直接 这个地方自由插入 在这 这有一扇 大的这个推拉门 这有一扇 这样子两扇推拉门就给它画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这个是一个窗户啊 窗户的话 我们就就换成插窗 那么窗户这个距离 我们去量一下 这14 150左右吧 门窗啊 去输入一个1米5左右的 你就用1米5 然后这地方 我们也是自由插入吧 我们就不用 放在终点了 它这个地方 规定是放在终点的 它有些地方是比较自由的 这个随意的插入的 你这自由插入 然后这个地方漏掉了一个门 我们这在门窗这里呢 我们再去给它补一个 这里先切换成门 然后 先开门 先开门里面 我们用的最常用的就是这两个 就是 它的这个门呢是双线 然后这个弧度是一根单线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900左右 看一下够不够不够 1米1好 这里把这个门补上 然后这边是窗户 这边小窗户 量一下这个地方的间距大概是多少 1米1左右 两个1米的小窗户 门窗没有1米的 我们手动的输入1000 输入直接在这边点就可以了 好 这边的这一排窗呢 它只开了一个门 然后没有开这个窗户 然后这边 这有一个小的这个窗户 看一下是不是窗户 这 这应该是有一个小的窗户 这个地方我们去用900吧 但是这个地方我还能试一下 有一个窗户 好 那么差不多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墙体 门窗 全部给它画完了 看 这样子很简单很快对吧 我们把这个 这个也隐藏一下 这个地方这个建筑 这个基本的结构就是这个墙体 然后在墙体上面再去插入这些门窗 这个就很快对吧 我们按一下快键0 然后我们去把所有的这个图层 全部打开打开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可以去画它这个家具 以及它周边的这个这几个 露台这些东西对吧 先把这个露台给它画出来吧 这个露台的话 我们在画的时候 我们就把画到这个图层0里面去吧 我们这个图层0 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别的用处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内容的话 你就要去分图层 我们现在把露台画到这个图层0里面去 那我们在画这个露台的时候 其实啊 你要注意一下 你要去对齐这个墙体啊 就是我们现在就不是照着它这个图片去画了 啊它这个它这个图片 其实它也是跟这个墙体对齐的吧 那么这个时候直接 输这个快捷命令L 然后我们直接去画线 我们把这个正交打开 那么你直接去画 你这个地方你画到哪里结束呢 你不用管 你把它画出啊 画出去画出头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啊 这条线也是一样的 你直接把它画出头 画出头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我们之前讲过的命令F对吧 然后把它的半径呢设成0啊 这个地方已经是0了啊 然后我们点一下第一条点一下第二条 这样自动就给我们交到这个点 把它们剪掉啊 自动的切断啊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这一条 这一条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画出头啊 你他反正都会自动给你交上去的 F F 就是 然后这边 这边这条啊 我们把它画过来 好这边 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一个轴线控制 你就 差不多随便啊 这个地方 第一条第二条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会被打断啊 就是这个台子 它这个地方 从这个 从这个 建筑这出来了 有一个门槛一样的东西对吧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这个 你只用这个L线画也可以啊 它这个门这 它多了一道门槛后面 这 把画过来啊 然后你用这两条线选中 TR trim 就这两条线 把这条线给它剪掉一乱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这个门槛啊 这个地方画出来了 这个地方呢 这个墙里面 应该还有一条线啊 就是这个门槛 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相当于 这个入口的这个地方 有一片石头的那种感觉啊 这个你们在实际的生活中 应该见过这种东西啊 这个地方 相当于稍微的比这个 室内比这个室外高了一步台阶 这样子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 这个也有台阶 看一下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台阶 我们直接把它画出来 我们可以自己用这个PL线去画也可以啊 或者你直接我看一下呢 我们不用PL线也可以 我们直接给它 偏移一个距离出来 offset 这个楼梯的踏步 我们给它400宽度好 它这个看一下400好像小了一点是吧 这个是多少 500哈 它是500的宽度 我们给它500 offset 500 然后在第二条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给它画两条线 这你可以自动的捕捉 对齐的上面去 然后你把这两条线选中 train 把这个边上的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这个楼梯就画出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啊 它也有楼梯 看一下 量一下这个楼梯的踏步宽度 这呢 它就不是500了 这个地方 350左右吧 我们一样的用这个线 直接偏移出来就可以 offset 出o快键o350 再来一条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选中这两条线 直接把它train掉 修剪 这个就是我们用原始的这个cd在画线 这个没办法用天正来画 就这么这么几个的线 你用天正的那个什么 楼梯踏步来画 反正也挺麻烦的 用cd原始的这个命令 我们直接去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这个露台上面 它有一块单独的区域 可能 单独铺了一张地毯 或者什么样子的东西 或者有个摆了个什么桌子之类的 我们单独给它画一下 画一个矩形在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感觉还是填充了什么材质 然后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像花坛一样的东西 给它画一下 这 offset 我们先一个一把试一下 要不到这么多 不湿 不湿就可以了 这个像小花坛一样的东西 好 这外面的这些 我们就暂时不去画它了 就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去画它的这个 室内的这些家具 还有这个地方 我们漏掉了 这个地方 这边有几颗小柱子 就在这个地方 看它这个入口这 这就这 还有几颗小的这个木的柱子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木的柱子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补一下 那么它这个木柱子 它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边 肯定是挨着这个 墙的这边的 然后这边就是顺着这个 这个路台的边缘这边 我们看一下这个柱子的大小 差不多也就200的样子 把这个斗网给它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去偏移一个出来offset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的偏移距离 我们就不去 输多少了 我们这点这个t通过 我们这地方通过它的中心点 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便宜一个100吧 便宜一个100 那么刚好错开这个 错开这个楼梯这 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的 适当的给它修改了一点点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 一样的从 这个地方先t便宜到这来 然后再给它便宜100过来 便宜100 这个是我们自己稍微的 修改了点点它的这个图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从这个墙里面 我们offset先100 好 不要这个 好这个时候 我们去画这个柱子 柱子 我们直接从这个走往柱子里面 我们去找到这个标准柱 然后它的这个 矩形 然后它的横向是200 纵向也是200 好就这样子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去点 这个我们实际比它这个大很多 这个就是示意一下吧 实际上应该是100就够了 这个地方点的这个小柱子 好我们简单的示意一下 这个地方不纠结的这个小东西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画 它的这个史类的这些家具 就是啊 我们从这个什么卧室里面开始画吧 这个地方就最简单 这个地方 我们上次课讲到的就是你这个通用图库里面 你可以去找到这个 这个图块图案 然后一个通用图库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床啊 我们去找一个床具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双人床嘛 我们你从这个里面怎么找 它默认这个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地方是 你把展开找到 找到这个PAM里面啊 这个地方 然后去找一个平面的家具 平面的家具里面 它就有这个床具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平面家具 我们从床具里面去找到一个双人床 把它分类分的非常的细 这地方啊 它有很多种双人床的这个样式 我们直接在这地方 随便选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因为它整个这个图形 它画的都比较简洁 几何化比较明显 就是它有一些床的这个样式呢 非常的复杂 就是图案非常的多 看上去可能就不太符合我们这个图的风格 对吧 你看你画成这个样子 把这个样子 跟我们这个图的这个风格就不太像啊 就不太吻合 有些这个图案太复杂了 我们不要去选它 我们去选那种几何化稍微明显一点的 就是像这种对吧 这个像什么 哎 这个东北大面啊 我一样的这个铺在这个床上 对吧 就不太好看啊 然后我们选一个这种简单的这种啊 这个很简约的这种风格的 我们选一个 我们摆在这 然后它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插入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选项 就是你可以去 按这个块键A啊 可以转90度 就是你现在方向不对对吧 就是我们的床头是朝这个方向的 按块键A它可以转90度 你再按一下A 它又给你转90度 然后你再点一下 你点的这个墙的这个位置这 完了之后呢 它这个大小的有点点不对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锚点 就是这个是天正图块的一个好处啊 你可以直接拖动它 拖这个点啊 你可以去把它变得更长一点点 变得更宽一点点 这个就很方便啊 然后这两边两个床头柜啊 直接 手画一下都可以啊 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这两个就是举行嘛 然后我们mirror啊 镜像mi mirror 然后我们从床的中心点给它 镜像一个过来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床给它画好了 对吧 好这边是有一个衣柜啊 然后有个什么 架子啊 这个地方啊 量衣架啊 量衣架 它这个里面也有 去找到这个平面家具里面的 其他啊 在这个其他里面呢 它就有这个家具啊 这个量衣架 我们去 先把量衣架摆在这 我们按一下A 转一下方向 我们量衣架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稍微的缩小一点点 那么它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 四溢的这种画法 就是 把这个这边两头是柜子 中间是一个晾衣服的区域 它这个地方应该是敌拢啊 敌拢这个墙的 这边我们把它这样子 直接敌拢过来 然后这个就给它 移动一点 然后这个 PL线啊 直接把这个移出来 这根线画龙 差不多这个柜子啊 他这个就是一般这种柜子 就是靠在墙角 把靠实的就是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画好了 然后这里啊 他有一排衣架 你可以直接copy cc 不自己 然后f8按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什么 简易的这个入口啊 玄关处的这个量衣架啊 就是 挂一些平时穿的那种大衣啊 或者什么样子 他这个地方是一个入口嘛 入口进来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玄关啊 这个地方 所以他这个地方有一个晾衣服的 所以我们去画图的时候 我们不光是要去说 你这个图里面 你要去掌握什么软件技巧 你要去学习它的平面图啊 就是 你看它整个这个平面布局了 它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从这个地方进来入口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玄关 然后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去画 挂衣服的地方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个主人的卧室 主人的卧室 它可以直接通向这个 外面的这个大的露台 然后从这个主要的这个这个客厅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餐厅 然后这地方是这个客厅 从这个餐厅客厅也可以通向这个大的露台 然后 这边感觉是一个次我 这是也是个小的房间 这边是卫生间 然后 这边有个小的露台 这边感觉像是一个什么小的工作室 像或者像一个儿童房一样的 这个很小一个床 对吧 这边有一排这个工作台一样的东西 好 那我们接着画这个地方 这个床啊 我们接着找 我们找一个双人床 这个小一点 对吧 这个 这个床 按快键A 可以旋转它的方向 然后这个床也是大小不够 我们去把它拖动一点 然后这边呢 它是就没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柜子了 它这地方是直接摆了一排这个溢架在这 然后我们接着 复制溢排过来 或者你直接在这里面重新去找一个溢架 溢架呢 主要在这个其他里面 我们画出这个溢架呢 稍微大了一点 缩小一点 好 这有一把椅子啊 这个地方 我们去找一个 就找一把比较简单的这个椅子 然后 我们直接放在这 我们给它稍微的旋转一下 Rotate 我们指定的这个点 然后 稍微的给它转一下 你看 转一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可以移动一下这个位置 那么这边呢 它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书房 一个是一个书架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还有一个窗户 我们漏掉了 应该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有窗户 它这个地方摆了一张书桌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像是摆了一个电脑一样的东西 然后 这边呢 应该是一排书架 这个样子 我们把这个窗户给它补一下门窗 1米5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对齐到这来 好 这个地方的这个书架呢 它应该是刚好对齐到这根轴线 好呢 我们这样子 我们先给它 来画一个 PL线出来 连续的画线 我们把这个正交打开 这个时候可以 正交我们根据需要就是 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打开 不需要的时候我们把它关掉 好 这边它应该是一排 拉通过来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窗户 应该差不多就 正好对齐在这吧 我们把这个画长一点 我们再把它trim掉 把它拉回来 好 那么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地方 一排书架 那么 你实际上画 你可以也可以这样子画 你直接画一个rectangle 就是它跟这个墙 这儿是重合起来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这个 把这根多段线呢 可以把删掉啊 你不删也没有关系 就是反正 他这个 一点点啊 影响不大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些格子 给它分割 分割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啊 它有一张桌子 PL线 桌子上面这个地方 好像是摆了一个电脑 还是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先不画吧 这个地方 反正你摆了一个桌子 这个桌子上面的家具 这些非常细节的东西 你不摆 别人也知道 或者呢 你要去摆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通用图库里面 你去找一下桌椅组合里面 有一个办公的这个桌椅组合 它这个上面就有这些家具 这个上面啊 它就有这些电脑 你看这个 这些就是这个电脑 这个电脑 你可以把它炸开了 炸开了之后把复制过来 就是反正这些家具 你要画的话也可以画 就是 然后这地方还有一个板凳 我们把这个板凳给它 考虑 是用这个简单一点的 按快键 A可以旋转它的方向 我们就放在这就可以了 这地方呢 我们就表示一个简易的 一个书房的一个角落 然后这边我们去画这个 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个地方 厨房 厕所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衣帽间 哈 就这个地方 这个很长一排溢架 我们直接复制它的这个就行了 再把它关掉 这个时候 这很长一排过来 cc copy 这个可以适当的把它压缩 压得完一点 然后5555 移动啊 这个时候把针角又打开 这个你手动的去调整一下 它的这个比例啊 让这个墙里面对齐就可以了 这个拉到这个墙子来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这里是很长的一个 衣帽间啊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有一个什么机器的设备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柜子 我们画一下 巨星交叉的这个斜线 然后这边啊 这边就是 应该是一个厕所啊 这边 这边有一个门槛10 厕所和这个 衣帽间 它这里应该是 你看它这个里面是做了填充的 就是 它是稍微的填了一些网格在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呢 应该是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地面 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一个洗衣机 或者什么东西 就是 国外的 他们有可能就是直接就是烘干的这种 然后他就放在衣帽间在一起 室内他会比这个普通的地面要低一点啊 就是防止这个厕所里面的水流出来 所以这地方会有一道看线啊 就是 而这个里面他会去做一些填充的这个就是地面啊 一般是铺了瓷砖啊 或者什么样子 他会去填充一下这个地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先去把这个家具给画完啊 这个地方 首先这边有一排这个 像是 这个应该是一个操作台之类的东西啊 这个上面呢 是两个吸收盆 这个地方 我们去找一下通用图库里面 找到平面拮据 用这个吧 这个也可以平面 拮据里面我们去A 看一下A 把那个方向给它旋转一下 这就是两个洗脸盆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个什么 出装台啊 之类的 反正就一个操作台吧 这个地方 我们这地方不许管它 然后这里呢 是一个作变器 作变器 我们去找一下通用图库里面 看一下快键A 旋转一下方向 那么这边呢 应该就是一个淋浴间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淋浴间 实际上主要就是要去画一个喷头在这个地方 这个喷头怎么画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呢 教你一个小技巧 你直接从别的图里面就画好的 把拷贝过来就行了 就说哎 这个地方我就要用到我们的一些素材 就是 我们平时自己画图的话 你要去收集一些素材 一个是这个赠送的素材 一个是藏用图块 就是当你的这个天证里面 有时候遇到一些没有的这个图块的时候 你可以在藏用这个图块里面去找一下 那么他会提供一些其他的家具 这些家具 他不一定是这个天证里面啊 都有的 天证他提供的这个样式呢 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些需求还是够的 但是他有一些 还是不完整啊 这里面呢 他会提供一些专门的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专门的CD的车的模型 专门的什么做书法的 做中国画的或者什么板凳的 古建筑的门窗啊 这些东西就是有些 比较稀缺的一些资源啊 就是你可能不太好找的 就可以通过这个来找 在这个里面 你可以去找电脑桌啊 什么这些健身器材啊什么 很天证里面 他的这个提供的样式就比较少 你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找 这个是其 其二呢 是我们 会去找一些成品的套图 就从别人的图上面去拷贝一些东西下来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地方要一个 这个卫星间这个淋浴的喷头 对吧我们可以直接从就是说 户型平面里面我们去找 那在这个户型平面里面的一般来说 他就会给你画的比较详细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看一下 那么他这个里面 你看啊 他这个 他的这个布置啊 客厅书房啊什么的 这是家具就给你布置的很齐全 然后你看他这个卫星间啊 他的这个 马桶然后这个什么浴缸 然后这个喷头 是不是这个连这个玻璃滑门啊什么的 都给你画好了 那么这种东西啊 你就拿来直接把拷贝过来直接用 是不是就很好 方便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用一个这个平面的 这个参考的这个吧 你用这个弧星平面参考的这个 就是我们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 很多时候 没有必要全部都自己去画的 这个东西 他不是你的设计范围的 就是你这个喷头就画成什么样子 对你的设计影响不大 或者说根本就没啥影响 对吧 这个喷头又不是你要去设计的 我们设计的 我们建筑是需要设计的 是整个这个空间的布局 是他的这个格局空间 不是去设计那些喷头 那些喷头 你能从网上找到的这个素材 你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 这些配套的这个赠送的素材 那么就只给付费的用户才有 就是普通的用户 就是你们看免费的这个教程的话 你直接在网上去收集一些 反正也可以 就很容易收集到这些东西 那么这里我赠送的这个成品套图 主要就是我认为比较好用的一些 就是可以满足你们平时一些 作业需求的各种类型的 比如说酒店的住宅的 然后医院的什么旗舰店 那种苹果店 或者是超高层 或者图书馆 什么各种类型的 我都找了一些在里面 如果你们觉得不够用啊 你们也可以在这个QQ群里面 在单独的问我 就是你需要哪一方面的这些素材 那我可以单独去给你找 然后我们这个就找到一个这个吧 随便用打开哪一个都可以 里面它都会画的很细 我们就是要一个喷头的这个淋浴的 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把这个顶上这层删掉 那就是要这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给它复制一口 这个它这个家具全部被打块了 X炸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Ctrl C 复制过来 V就复制到这来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就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里面啊 这个衣帽间和这个啊 厕所这里面 我们可以给它去做一个地面的填充啊 这个是我们国内的习惯 也是要去做做这样子填充的 这样子你填充了之后呢 他一眼就看得出来 你这个地方啊 是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分区啊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轴线隐藏一下 这样子方便我们去做填充 做填充之前呢 最好你先保存一下你的图形啊 就是有可能会填充你的边界啊 有可能会被卡死就是 就是你的边界如果万一有什么些地方 他不是严丝合缝的这种啊 就是他有可能会被你 给你把这个图给你卡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课堂示例吧 好 吹一下这个图片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填充的时候 我们尽量让这个画面啊 就是我们要填充的这个画面 完全的充满我们的这个窗口 比如我们要填充这个洗手间对吧 你不能让这个洗手间那就是有一半 他都在这个屏幕外面去了 这样子你填充很容易出错哈 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试一下 这个填充是个什么效果 我们h点一下 他会自动的给我们填充出来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点一下h 把这个一帽间也给他填充一下 因为这边的这个边界比较复杂 他计算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所以有时候你的边界太过于复杂的时候 他会卡死啊 所以你在做这个填充之前呢 尽量的先保存一下 点了填充之后了 我们发现这个图形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吧 我们可以选中这个图形呢 在这个上面去修改他 洗手间呢一般是用这个方格网啊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去学断一个角度45度 我们这个表示贴了地砖对吧 然后我们ma ma 稍微等一下 我们把这个填充的这个 地面的这个材料了 我们再给他换一个图层啊 就是这个 我们在这个天证里面 我们去找一个有一个叫 pubh 这个吧啊这个这个 他是一个灰色的这个啊 或者说啊什么东西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看起来就没有这么抢眼啊 就是你从远处一看啊 你就知道哎 这个地方他就是一个填充的一个啊 地面啊 他不是一个特别深的颜色啊 pubh这个 你可以把它的颜色给他改的更深一点 这个 这个他现在默认的这个是8 你可以去改一个比如说251啊 你可以改的更深一点 那么这个地方看起来在这个就更淡了 对吧 就是他是一个背景啊 他跟这些 普通的这个图形呢 他的这个深度还不太一样啊 然后我们按住ma 选中他输入这个快速命令ma 把这个格式刷呀 把刷到这边来 这边也刷成这个样子 好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画好了 这个啊 卫生间和这个 衣帽间 然后我们按下快键0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显示出来 那么这边的这一排房间我们都画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他应该是有一个类似于像什么卵风啊 之类的 可能国外的一些取卵设备啊 什么之类的 反正他的地方画了一堆像举行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边 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就随便的简单的试一下 在这地方 这儿还有几根线啊 把炸开 然后这个地方好像前面就几根线 然后这边的这个 地面啊 这儿他也是有填充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木地板 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 我们把这个地方 快键1隐藏一下 然后1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去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把这个门隐藏一下 就是你看他这个填充的这个地方 他这个门呢 会被 会把这个木地板这儿隐藏 会把他这个地方遮挡住对吧 那去把按下快键1吧 隐藏一下 然后这个墙体这儿呢 我们去把它封一个口这个地方 好 然后这边呢 就会形成一个 完整的闭合的区域对吧 就是这个闭合的区域呢 你就 Ctrl S 先保存一下 然后你就去做填充 然后这个木板对吧 H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斜线 然后 给他转一个角度 45度 这个方向反了 那就是-45度 这样子 我们把它的比例给他稍微的缩小一点 就75 50 这个就是木地板 然后这个 木地板的这个 图层呢 我们一样的给他在默认这里面找到这个 放到这个对应的这个图层里面去 这样子看起来好看一点 他的这个 我们再按块键0 把所有的车身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 他这个门打开的时候 这个门下面也是木地板 对吧 这样子这个关系才是对的 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边我们可以先去 把这些隐藏一下 也是木地板 在这个地方 门要隐藏一下 块键1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要去把这个墙这给它封一下 做成一个封闭的区域 然后H 这个里面还有一片啊 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填充了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 把MA把这个格式刷给它刷一下 把颜色刷给它 然后这个地方的 他的这个角度呢 就跟它是反过来的 这个方式45度 是这个方向的 然后这个里面呢 它是一个 感觉像是一个正方形一样的 就填的很细的一个东西 就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换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我们随便简单的示意一下 说20填了一个很细的 30 然后一样的图层 我们放到这个PUBH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画完了 然后这边啊 还有很大一块 我们按块键0 这边啊 这边还有很大一块的这个 那么它这个地方的这个木地板呢 它实际上是把这些家具隔开来的 对吧 就是我们这些家具呢 是摆在这个上面的 我们先要把这些家具画了 这个家具的边界之外 我们再去画这个 木地板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去把这个家具画了 我们去 Bectangle 我们去画一下 这有一个洗手槽 通用图库里面去找一下 或者你直接用这个 厨具里面啊 它有一个叫洗涤槽啊 这个有可能是放在室外的就是 这种洗涤槽啊 也可以很快键A 把旋转一下方向 这边是一些凳子 然后这边是两个这种 堂椅啊 堂椅堂椅这个怎么画 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里面 它这个里面也没有啊 通用图库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去找啊 这个里面 那么一般的这个户型库里面 它是不会有出现堂椅的对吧 一般家里 这个家那么小年弄个堂椅对吧 你摆不下 一般呢 是这种大户人家 就是做别墅的 才会有这种堂椅啊 那么堂椅的这个模型 一般在哪去找啊 在这个里面啊 就是 你去这个高端的酒店里面去 他就很好找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韩币楼的这个酒店 这个Club and VIP beach bar 这个正方 俱乐部对吧 这个里面什么VIP beach bar 这个高贵的这个 酒吧然后这个里面应该就有啊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平面图 整个这个图啊 其实他画的非常的细啊 就是如果你们要做这种类似的这种项目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他这个 他的酒吧这些啊 餐厅这些怎么画的 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有一些这个 吧台啊 就是这些 啊 泳池 然后人可以在这里面泡这个泡澡 然后旁边就有这个堂椅啊 你看到这些地方 画的非常的细啊 就是 他这种别人的图子啊 就是像这种大师的这种啊 这种平面图 他的布置啊就是 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赏心悦慕啊 就是我们画平面图 不仅仅是去画一个说你去 会用一个软件你就会了 就是你你得去 做设计对吧 就是你你你得去 用这个软件去展示你的设计 就是这个东西一个小的单元 就是这么一个 举行 你别看这么小一个啊 举行单元里面 但是人家布置的这个 他给人呈现出这种空间的感觉对吧 就是你不用去看人家建的模型 你就大概能想象的出来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空间 一个专业的这个设计师 他通过平面图 应该向别人传递出来的 他的这个设计的功底啊 就是这个躺椅啊 你不用自己画对吧 你自己 有素材就直接用他的 他这个打开默认的应该是在 这个布局里面啊 这个布局里面暂时不用了解 就是这个 他是出射工图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东西 点到这个模型里面去 找一下 点到模型里面就是完整的这个画的 cd的图子 然后我们刚刚看的 是在这个区域对吧 这边这个区域 还有还有躺椅 就这个东西啊 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这个你要自己去画 还是要花点时间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他这个线程的 那么他这个地方全部被 打成一个块了 就这个东西 你可以直接把它炸开 x 我们只要他的这个躺椅 对吧 这个还在一个块里面 我们再炸开一次 好 ctrl c 我们直接复制一个这个块出来 然后ctrl v 放一个在这 他这个躺椅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地方就是刚刚我说的 像这个地方如果你填充的时候 你担心他这个地方填充 会把你这个马桶给你填充了 你可以把这个马桶上面去覆盖一层 那个填充一个黑色 他那地方就是把这个躺椅填充了一个颜色 这样子你这个下面不管你怎么填充了 这个躺椅他都不会被你这个盖座打印出来的时候 他这个下面这个正好就反过来的 这cd这个黑色呢 还是让在图上里面还就是白色 他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比较讨巧的一个方法 就是他把这个地方这个里面填充了一个颜色 那你如果不想要这个颜色的话 你可以炸开 就是我们把它移开 我们把移动到旁边来 就是我们把它 不移动到旁边来单独处理一下 那我们先把他这个地方把它炸开 炸开了之后呢 其实上他这个里面呢就是填充了一层 这个填充的我们怎么快速的去选中他呢 就是我们选择这个所有的东西 我们ctrl 加1 看一下这个里面他这个里面呢 就有这个叫区域覆盖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 只需要去把这个区域覆盖的这东西把它删掉 就可以了 那这个区域覆盖怎么删掉了 我们有一个快捷的方式 q select 我就需要所有图源 我们只需要去选择这个 区域覆盖 然后应用的整个图形 然后 我们先把其他的图称啊 全把其他的东西全部全部关掉吧 好 我们只显示我们现在这一块就是 我们先把这个隐藏一下 然后我们关闭其他图层是快键2对吧 就是我们只显示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把它收漏出来 其他东西就是把这个快键就是 所以我们当时 我们在前面讲天正基础的时候 我们改个这个快键啊 就是后面经常会用到 我们只显示这个图层 这个图层在图层0里面 我们在图层0里面的话 这地方画了一些线 我们这个这个地方的线也在图层0里面 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把这个里面的区域啊 区域把它选出来 我们这个地方用Q select就是这个地方不是所有图源 我们只选择区域覆盖 然后区域覆盖 它的图层等于0 就是在这个图层0里面的区域覆盖 我们去把全部选择 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到了两块区域覆盖 对吧 我们直接delete把删掉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就剩下的这个线线稿 就是这个躺椅的这个线稿 这个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再ctrl z退回了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把它炸开了之后呢 就是你这个地方还是很难选择 对吧就是你把会把这些线 和这个区域覆盖一起选中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Q select 然后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内容 都在图层0里面对吧 然后我们这种Q select Qse啊 它会打开 然后我们对象类型呢 我们只选择这个区域覆盖 然后它的图层等于图层0 选择把图层0里面的区域覆盖全部选中 然后delete直接删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把做成一个块对吧 这个现在是被转了45度 是因为这个图啊 你看到这个图里面的这个光标啊 它就转了45度的 它是这个是旋转的 它这个坐标系来画的这个图 这个地方旋转过来 那我们去给它旋转45度 Rotate 我们转45度 直接输入一个45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Block B 然后这个地方沙发 然后呢 这个地方就放到图层0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再把所有的这个打开 那这些家具呢 它其实在这个 天资里面 它其实自动的有一个图层 就是我们选中 这个它 它看起来是这个图层0里面 那它所有的块 实际上 它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家具的图层的 就是我们可以 拿一个炸开来看一下就是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灰色的 就是如果你要跟它 它弄的一模一样的话 就是我们把它炸开 再炸开 x 炸开 看到它在这边有一个叫ferl的这个图层 就ferl的去了嘛 就是ferl的 就是它实际上是放到这个 它的这个最底层的这个图层呢 它是在ferl里面 虽然它这个图块是在图层0里面 就是那它最底层的这个这些线稿 都在ferl里面 如果你要让它跟它一模一样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双击进去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线条呢 你把它放到这个ferl这个图层里面去 FUR好 然后你关闭块编辑器保存 这个就把它放到这里面去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移动过来 M移动到这 旋转一下 F8关掉 好再复制一个过来 然后再给它rotate旋转一下 好 这个时候你发现 哎有时候这个图呢 怎么跑到这个图片下面去 对吧 这个 这个图虽然画好了 你在这个按住鼠标中键 你去拖动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哎 这个图还在 但是你手一松开发现这个图没了啊 这个被这个图片挡住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技巧 你把这个图片选中 右键把这个图片 归图次序啊 把后置啊 就是放到最后面去 把这个图片放到最后面去 这些图形呢就在前面来了 对吧 这个就跟画PPT一样的 就把这个 然后你把这个元素放到最底下去 然后这地方 那张桌子啊 我们 Vectangle我们直接手动的画一下 然后这里是有一些椅子 这个椅子让我们也是直接手动的画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复制一个出来 cc 然后这个椅子的靠背 我直接这里手动画 这里把f8打开 应该保持这个水平 然后这我们把它 直接做成一个块 block 然后chair 把这地方你随便写一个名字啊 也可以啊 无所谓啊 这个地方直接镜像mirror 很快对吧 就是你自己纯手画就很快 这个这个家具看起来很简单 然后这边 cc 我扶持到这来 rotate 旋转啊 这样子就过来 就是终点靠终点吗 这样子 然后你这地方 转90度 它就自动的转正了 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啊 这个边的桌子 然后再给它镜上一轮过来 mirror 这个就很简单 虽然我自己很喜欢去画这种家具啊 就是 你自己画的这个家具啊很方正啊 就是 不一定要去用他的这个天正 他虽然这个天正图库给你提供的一个家具 这个方便是方便 但有时候画出这个图很难看啊 就是 你比如说你去找这个平面家具对吧 桌子桌椅组合好 你就看他这个桌椅组合 比如说你去找这个餐桌 哎他这个餐桌 有些就看起来就怪丑怪丑的啊 你看 这个东西就不那么好看啊 就是有些东西 这个还算将就还行的 有些这个这个图上呢 看着就很期很难很难受啊 就是他跟你这个图的这个画风不搭 像这种还行啊 就是 有些就是那种家庭里面的 你看那种大富大贵的那种什么餐桌啊什么的就是 你把你这个图里面的这个整个的设计的氛围感就完全的破坏了就是你放个这种大餐桌的这个地方 跟这个整个你的这个设设计就不搭对吧就是 就是你虽然是图了方便但是没必要啊就是这个东西就画起来很快的就是几笔就画完了 而且你这个图有时候你要去感受一下就是你这个图本来整个都是这种小猩猩的风格对吧就是你你这个是直线比较一朗的这个元素你那个取线就不要出现的太多了 包括我们选的这些沙发都是这种比较方正的这种造型的对吧就是他看起来整个比较气质比较吻合一点啊就是 不然你你设计的一个建筑你你说你设计一个什么无印良品风格的那种家居 然后你买的那个沙发又是那种中式的美式的什么对吧就大富大贵的那种东西看起来就不太好啊 就是这个你要去考虑一下就是有些 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去选给你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品位给你的设计的这个风格一致的就像韩币楼这种啊我就比较喜欢他这个他就是一个比较方正的一个楼 然后他这里面的用的这些家具啊也不是那种很奇葩的这种家具他都是很方正的 包括他所有的平面都是很方正的但是他做出这个空间品质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就是啊比较考验这种设计师的功利的他不需要通过很夸张很诡异的这种造型去吸引人的眼球 就是通过设计本身去推敲啊去推敲的细节 就这个就很舒服啊就是看他用的这些家具其实也没什么很复杂的这种家具对吧就是他 从平面上表现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很普通啊就是 但是他这个最后呈现出的空间效果但是却是非常好的就是 这些啊这些地方喝咖啡啊什么的这些小桌子啊小吧台啊这些地方 整个都是比较简洁的这种啊造型的这种样式 他不是这种特别复杂的这种东西啊像这些桌子啊就是都比较简洁对吧 就你一看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高级啊不是那种奇装艳福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地方我们把这个画完了之后呢我们按快快捷键1我们把这个隐藏一下 我们把这个图片和这个轴线隐藏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又需要去对他进行一个填充对吧 这个时候呢这个门这也是一样的稍微的要给他 隐藏一下直接按快捷键1隐藏 然后这个地方呢他应该是有一个档条 这个地方应该也有啊这这个地方 不然你这个地方就封闭了 他实际上天正的画的图呢他会自动的你虽然把门窗隐藏了 隐藏了他这个墙体呢会自动的去给你连接起来的 但是你最好了还是自己手动的去把这个地方把它封一下 封一下之后呢这样的地方避免你这个地方 填充啊就是你的边界如果他是一个不闭合的状态就是有时候你比如你画个图他就是 你可能你画一个矩形你画了很大一个矩形 然后这个边上呢有有个很小的缺口我去给你 我去给你切掉一块 我这里有个很小的缺口然后twin 我给你这个方把去切掉 我们把这个删了 好你这个地方哎你这样子看的时候你以为这个矩形是个闭合的矩形对吧 就是你去填充你发现怎么填也填不了 他没闭合这个地方啊有个很小的缺口 这个有时候你自己不去检查一下就是你不知道这地方怎么回事 就是你怎么填也填不上 你说把你的电脑都卡死了整个图都啊 这就卡在那很难受啊就是 这地方你反正尽量的你自己检查一下你怎么让他闭合了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z退回去了 这地方你可以这样子去检查就是假如说你不知道这方闭合没闭合 你比如说if快键 然后这边半径0对吧这边已经射成0了 这里点一下这里点一下好他地方肯定就闭合了 如果你不确定这边有没有闭合你这里点一下对吧 4个角你都点一下 他就给你闭合起来管你有没有闭合 反正我做了这个操作他就绝对闭合起来了 现在好现在我们来做这个地方的填充 我们ctrl s 先保存一下 然后h然后这地方我们直接用他的这个木地板吧 好像是差不多的对吧这个地方的木地板 这地方但是他好像比这边的这个比例要稍微的粗一点 改成75吧这个地方他就出现了一点问题对吧 就是你看哎就是我们他这个识别的不是特别好 你看他这个地方就把我们的这个沙发了给我们填充了 实际上我们直接用他这个最开始给的这种沙发呢 可能还更好一点 就是他这个地方自动给你弄成黑色的 就是他给你做了一层填充啊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可能没有理解到他人家这个 这样子做的这个精髓啊就是 他这个下面你看他这个填充的这个地面啊 也是填充码来的但是他这个沙发呢 放在这他这个上面就看不出来 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沙发里面填了一个黑色 实际上这个他其实 挺聪明的一个做法 就是你如果这把复制过来 你用这个沙发 我们把它删掉 你用这个沙发你会发现哎他这个 rotate 旋转一下 把把这个也删掉 你用这个沙发的话他不管你怎么移动了 他这个下面的这个他这个黑色呢就不会被这个 怎么被被这个线打打断啊 就是我们再重新填充一次吧 h再把这个格式刷表刷过来 我这里改成745 你看这个地方虽然下面他还是填满了的 但是 从这个图片上就看不出来 他是这样子的 这个顶上有一层黑色的 到时候你打印的时候这个黑色呢 在这个纸上就会变成白色 我们这个cd背景是黑色的 黑色他其实 我们这个纸正好是反向过来的 纸是白色的 他这个 现在你看到这个黑色到时候打印出来都是白色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家具啊 然后旁边的这些还有一些小的家具啊 我们也是 按快键0就是 这地方有一张小的床很快我们就把画一下 通用图库 我们找到床 单人床 找个这个吧 这个我们给他直接往这边拖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拖到这里来 然后这边有一排桌子 L线这些画就可以了 很方便啊 这地方有一个什么小柜子啊之类的 然后剩下的这些家具啊 我们就不挨个的去画了 比如这地方有张桌子对吧 这地方有一些柜子 这地方有什么小的家具啊这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的一个沙发呢 我是从这个里面去找的 就是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沙发是从这个里面去找的 从另外一个 这个太古里博射酒店里面去找的 这个这个里面啊 他这些酒店呢都是找的这些案例 大部分都是比较方正的那种就是 啊 适合大部分的你们做的这种就是画的这种图子 因为我们大部分画的这些图子都是比较方正的平面 那么这个太古里博射酒店 他也是一个很方正的这个图子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去找的一个 嗯 一层平面图 然后这个地方一层平面图 打开 看一下他这个大堂里面 他有一个沙发 我可以借鉴一下 一层平面图 打开 忽略缺少的这个你就继续打开就可以 我们只是拷贝一个他这个沙发 好 我们这个时候了 从这个里面去找一下他这个 大堂啊 就是这个里面啊 他这个地方在这儿哈 有一块这个短角的这个沙发啊 我们去直接去拷贝他的这个把炸开 好 ctrl z 先把复制出来吧 这一排 好 然后 炸开 我只需要这一小块就可以了 我们ctrl c 我复制到这儿来 先把复制到边上吧 把它整理一下 这边上的这些植物 你也可以自己另外去画 然后 这个 这些我们都不要吧 我们只需要那那那几个就可以了 把这个把这个放到fer这个图层里面 好 这个我们要把它 镜像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布局呢 这个我们这个是反过来的 我们先把这个正交打开 然后我们mirror 一般我们开正交了 有时候通过这个下面这个 可能比暗f8还快一点 暗f8有时候会突然卡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反正你们 如果暗f8不卡的话 你就 直接用f8吧 如果你暗f8卡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啊 按直接点这个图标啊 一样的 然后把他这个移动过来 沙发 然后把这个正交又关掉 他这个沙发实际上 比我们这个要大好多哈 这个地方 再复制一排过来 这边 直接这样子框去的吧 这样子 放 再把它复制一个过去 这个 直接往这边移动 好 然后这个 这根线呢 我们把选中 extend 把这个两根线 给它延伸过来 手动的画一下 这个地方 那么差不多 反正是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这个沙发整体的往这边再移动一点 然后这边有一些这个小的什么植物啊 这些东西啊 这边有 椅子一个单个的这个沙发什么的 这些 我自己去画就可以了 这个 画起来很简单 然后包括像 这个地方 它有一颗这个植物啊 植物 你也可以在这个通用图库里面去找植物 平面配景 然后植物啊 这个植物也很多啊 这个桥木 可以去找一下 这里有一有一块像那个 像那个芭蕉叶一样的那种啊 天堂鸟那种造型的这个植物 摆在这 这个应该用看一下景观花槽 反正差不多吧 就这个意思 然后把它缩小一点点 跟绿化的这个一样的 你直接拖动它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然后剩下这些东西 我就不挨个的去画了 就是啊 你们自己应该就会把它啊 应该会把这个画出来的 就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就是这个 然后剩下的就是你的场地里面啊 就是如果说哎 你的这个场地 本来老是给你cd文件对吧 你怎么把你的场地就是把中间这块 把它切掉对吧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小技巧的 就是 那假如说我这个地方哎 我只有这张图片 我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场地的信息 我怎么处理呢 这地方有个小的技巧 我给你们说一下 我们现在有一张图片 怎么把这个图片 转成这个死量的这个cd的文件啊 这个 这个其实是有方法的 一个是你可以通过 ai来做 这个 如果你们看过我的那个分析图的那个课程 你知道 ai它是可以把这个图片转成死量的文件的 这个是一种方法 今天我给大家再说 有一种另外的方法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吸流的一个插件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就有一个叫roaster这个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攻击哈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解压出来之后呢 它就是 是有这么几个图标啊 这么几个图标在这个里面 打开了这个 escape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啊 这个我们先暂时先关闭哈这个地方 关闭哈 然后我们把这个 关收破打开啊 就这个如果你完全没有 接触过这个rino或者关收破啊 就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你 这个东西不需要掌握 就是你如果你正好会这个软件的话 你就可以 了解一下这个地方 属于这个课外的一个 一个小技巧吧就是 嗯在我们整个这个课程里面 也不会专门来讲这个rino 因为rino它单独 就是你要去讲的话 你可能单独它这个软件 就可以讲几次节课啊 就是 所以我们这里只介绍一些比较常用的小技巧 就是 如果你 你从来没有学过rino或者grasshopper 那么你看一下 如果你跟着操作 你会的话 你就学习一下 如果你不会也没有太大关系 这个东西 它的 使用的频率不是特别高 就是我们怎么把一张图片 就是 我这个地方有一张图片 我怎么把它转成这个cd的文件 实际上它是可以直接转的 指数它这个精度啊 就是 不一定说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你可以拿来做一个背景的参考 拿来做一种用 就是在这个file这里找到special folder 有一个component folder里面去 然后找到这个里面之后呢 它会打开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 它在这个用户里面 然后有一个叫libraries 这个里面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去把这个把它复制过去 就是这个里面 rooster 就是你把 解压出来这个文件 Ctrl C 一起复制过来 Ctrl V 复制这个libraries 这个file special folder component folder 把它复制到里面去之后 你把这个软件再关了 关了重新打开一次 我们再打开这个grasshopper 它这个地方会出来多一个这个图标 就还是在这个grasshopper里面 它默认的这个工具里面 这个params里面 它出了一个这个图标 这这个就是lustrum这个攻击 这个它这个图标长得是一个攻击 下面有个箭头 那么这个图标 它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就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他这地方 他已经提示你啊 这地方bitmap bitmap就是一个图片 就是imagebitmap 你把右键set onegrasshopper bitmap就可以了 你去找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图片 然后这个 比如说我先拿这个图片 我拿个表情包来给你们试一下 你们就知道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 就这地方呢 好 它这个地方出来了 把这个线稿给你们导出来 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 这个地方呢 这个有一个叫color count 这是2 就是这地方 它其实主要控制的这个地方 就是控制你这个图片精度的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你用几种颜色去控制它 比如说我地方给它输入一个3 好 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细节又多了一些了 对吧 然后给它输入一个4 它这个地方5 好 你看它这个地方给你 提供的这个细节就越来越多了 就是 你去把这个图片呢 去转成一个 你把这个图片啊 转成一个 线稿啊 你看 来对比看一下 这个啊 这个其实我们 需要的 其实可能就两三种颜色就够了 对吧 你需要一个很清晰的这个轮廓 那你这个图片本身的精度不是很高 它边上有这种毛边 对吧 它也会给你把识别成一些这个图片啊 这个就不是特别的舒服啊 你其实就开个2或者3什么的啊 这个识别车这个图像啊就很 挺光滑的 对吧 就是它下面呢 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选项就是去设置你的光滑度啊 设置一些什么东西就是 其实也不用去了解对吧 主要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设置不同的数值 让它这个变得更平滑或者更 就是更有更多的细节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会出来一个叫Curves 就这地方 你可以去 接一个电池啊 就是Curve 我们去把它接过来 那这地方就有一堆Curve 这个Curve 然后我们再去把它做成一个Surface Surface 然后这里就得到一堆Surface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preview 就是preview custom preview 就你把这个东西输给它 然后这个Color 实际上它会自动的去给你解读出来 它的Color在这儿啊 好 好 你看到啊 这个地方我们去变换它的这个色彩 好 看到啊 这个它就是会 你的这一圈颜色是什么 你的这一圈颜色被分解出来是什么颜色 它也会给你对应的有一个识别啊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反正这个插件挺神奇的一个插件 那么我们拿来做这种黑白图 实际上就是 只需要两种颜色就够了对吧 就是你要去分解这种黑白图 这个就很简单了对吧 这个这个它就这两个颜色 然后你就 把这个图片呢传给它 然后呢我们其实也需要的 我们也不需要这个面啊 这个这个是我只是给你们演示看一下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 是个什么原理啊 就是它一圈圈的 然后它这个地方Color还可以对应的给它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啊 我们只需要得到这个curve就够了 这个curve我们就可以把它导出去啊 就是这个线直上你就导到这个 cd里面就可以去操作了 那么这地方我们 把这个调回2啊 然后把这个bitmap把它换了 换成我们要的这个平面图啊 这个就很方便了 完成这个图子 这个就可以用识别出来了啊 这个 而且它这个识别的精度呢 我觉得反正比一般的软件 比ai的那个识别出来的 反正还好用一点啊 这个精度挺高的 好 这个得到这个curve之后呢 我们直接找一个图层 然后我们图层01啊 我们把它直接bake出来 鼠标点到这个鼠标点到这个curve这个 图形上 你如果不不太熟悉这种方式 显示方式 你这个display里面可以去点一个这个做icons 这个curve 又点这个中键 然后有个煎鸡蛋一样的图标bake出来 fake到这个图层01里面去 它就从grashofer里面变成了 grino里面自带的这个 线形了 然后这个我们主要是想要周边的这些信息 对吧 我们把这个一整个文件导出选取的物件 然后导出成这个 dwg格式的 这个我之前已经导过一次 我去导了 我们这之前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图片转线稿 之前用的这个转出来的这个 这个线稿 我已经转出来过一次了 这个反正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 好 转出来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拿来怎么处理 就是有说 这个地方我是为了去模拟啊 就是你们 实际上不需要用这个操作 你们需要的是 把老师给你们的这个cd文件 直接去把垫到这个下面一层 对吧 但是你垫到下面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图形让开 对吧 这是地方我们自己画好的 你这个等高线不能穿过我的这个图形去了 这个时候怎么操作啊 我把这个先关了 打开这个 导出的线稿 继续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可以 给他新建一个图层啊 这个他这个叫图层01对吧 我们可以去改一下他的名字 有这个叫地形 双击一下 这个颜色了 我们也可以给他换一下 我们用这个索引颜色 不用这个真彩色 不然你到时候后期打图是不太方便啊 我们这个地方比如说给他一个 8啊颜色 然后把他整个呢把他打个块吧 我们啊 b block地形 随便写一个啊 然后呢我们ctrl c ctrl v 把复制过来 你发现这个时候呢这个 地形呢这个文件呢很小 他这个比例不对对吧 但这个图线的比例 我们之前是已经缩放啊 已经是对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一次 之前那个命令 al 我们把这个整个图块给他放大 al 然后我们指定第一个点 我们去选择他的一个脚点 然后选择这个图片的脚点 我们再选择一个点 顶上这个点吧 再选择他的这个点 然后确定 然后是缩放啊是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整个这个图片呢 他的这个等高线 这是背景啊 相当于就给你放到这个图片上面来 但是 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自己画好的这些图对吧 我们不需要他的这个等高线啊 就是这些东西 想把中间这块隐藏掉 就相对把这个图块中间这块裁掉 这个怎么操作了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对吧 先把这个地形先把它隐藏一下 我们去把整个我们的这个图了 我们把边界啊 外面边界我们 快捐1啊 把这些先隐藏一下 把边界我们给他画一个轮廓出来 然后 我们这啊 pl 线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拆掉就可以了 啊 从这里开始 然后这这个建筑了轮廓他的 整个的这个轮廓了比较简单啊 都是比较方正的 最后在这里吧 我们起点是画的这啊 c 把闭合一下好 这个时候就得到了一圈啊 这个线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图层全部打开 然后我们 把这个 把单独把地形的这个块 啊就是这个这个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你们老师给你们的什么地形文件啊 什么的 他的等高线应该会穿过你的建筑 反正你这个建筑这个地方呢也会被控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选择这个命令 xc啊 输入xc 然后这个是新建边界 我们去选择多段线啊 我们刚刚画好的多段线就是这条线 去选择他 好 他就会自动的给你裁剪啊 这个时候裁剪错了 你看他只显示了我们建筑轮廓一类的东西啊 就是他建筑轮廓以外的是他 他完全隐藏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相反的 我们点一下这个箭头啊 把它朝外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场地啊 他的这个地形啊 我们就把它画出来了 就是我们把这个图片也隐藏一下吧 我们去选择 一个这个 图层 参考图片 我们把它隐藏了 这个时候你的地形是不是也出来了啊 这个地方这些家具完美化对吧 就是 就是你就可以把你的地形和你的建筑啊 完美的就是啊 贴合在一起 然后这些地方呢啊 这些啊 有些地方 我们这个图片呢 因为我们大小 没有完全的跟他啊 对应上去 有些地方可能有点误差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地形的话 肯定就没有问题啊 那么我之前已经画好过一次了 就是我就 打开我们之前的那个吧 画完画完了之后的那个啊 我贝克文件里面已经画完了 画完了之后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就是把这里面的所有的家具啊都画了 然后啊 我把这个隐藏了 我把这个轴线隐藏了 然后把这个标注啊 标注 如果你要标注的话 你就先不忙隐藏这个轴线 就是如果要去标注的话 你就直接用这个出点标注啊 一样的 就是有在这这边也是一样的 你要去标注的话 你就选择那些比较重要的轴线 你把它保留下来啊 那一些比较细致末节的线啊 你可以把它删掉啊 就像这个地方的这些线 细致末节的 你可以把它删掉 那么你要去标注他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主点啊 就输这个 命令啊 快捷键 ZD啊 主点标注 你就可以在这里去标注啊 这个地方他都不是一个整数啊 这地方本来应该是没有这根线是吧 这个是换那个柱子的 这样子你直接顺着这一排点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主点标注这个工具啊就非常好用啊 点到这个轴线上面自动就可以标注 比如说一般我们会标两道尺寸线啊就是 第一道尺寸线是一个比较细节的 然后第二道尺寸线呢是一个总体的这个尺寸线 然后这边你可以再去标一道尺寸线 这边再去标一道 好 这个地方我暂时先不标了啊 画完了之后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个图啊 他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先把这个这些隐藏了 然后这个 这个他原始这个图上面也没有这些标注啊 我把这个标注先删掉啊 然后把这张图片隐藏掉 参照这个图片 我把这个图片隐藏掉 比如说你自己画图画到这一步了啊 你要你要出图了啊 你要怎么操作啊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要去设置一下你的这个图的这个线形啊 就是我们因为这个图 他其实一般来说就几个线形 一个是你的墙啊墙是最初的 然后他有一个次要的一个轮廓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地形 比如说这个地形 或者说一些填充物啊 他可能需要一些很浅的这个颜色 那么我们单独一下 设置一个半显的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我们的墙呢 现在我在这个在这张图片里面 实际上我给的 他的是一个紫色对吧 在这个图片里面给的是黄色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啊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图片里面 我再跟你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画出了 你想让这个墙呢 显示的更明显一点 他这地方有一个叫 显示关闭墙的这个加粗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你把打开了之后呢 这个墙体呢 会有一个线形的加粗啊 就是在这个画图会显得更明显一点 就这个这个意思 那他这个只是显示的问题啊 他不打印的时候 不会给你加粗的 那么你要使他打印的时候 也加粗的话 你要去给他设置 比如说这个图层的颜色 我们现在这个握设置的颜色是什么 6号色 这个6号色 那么你就要去把6号色 单独给他设置一个颜色 然后 然后我们希望他的这个比较淡显的一些颜色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是哪个图层 我看一下 这个hatch 看一下hatch这个图层是 几号色 8号色 然后我们的D型用的是几号色 双击进去看一下 D型 单独给他的一个 色号 这个也是8号色 那么就给8号色稍微的给他淡显一点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关闭块编辑器啊 然后我们单独来试一下Ctrl P 打印的时候是这样子打印的Ctrl P 然后 这里啊 记住第一个 DWG to PDF 这个地方啊 他默认的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这个 因为我设置过一次 DWG to PDF 然后 这地方的尺寸啊 你可以去选择一个A2 A1或者A3 这个 你看你的多大的能装的像你的图啊 就是你要去设置一个 这里我们用A2的 然后 图子的比例 你根据你出图的比例来 比如说地方我设置的1比100 那么如果你不设置的话 你可以去选择 勾一个布满图子 当然有时候你画草图 你不需要很精确的比例的时候 就可以 这地方我设置一个1比100 然后这个地方窗口啊 打印这方你就去选择一个窗口 他默认的是显示 你去把选成窗口 而在这个第二个窗口这里 你要去 勾选一下 你要去 出图的这个窗口啊 就是你如果框选的范围 比如你框选的更小一点 那么他出图的范围也更小一点 就是 就是他指出这块黑色的这块 那么灰色的这些区域 它是不出图的 这个地方这个窗口 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 在勾选上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这个居中打印也把勾上 然后在这边这个打印样式表 这让我们去选择一个 这个MON开头的这个这个 打印样式表 然后指定给他 然后就因为这个地方 我之前已经设置过了 他默认的 应该这边是没有显示 这边这一排的 他有一个三角符号 你把它展开 这地方打印样式表 你可以去设置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 先去把所有的这个 你选中第一个颜色 然后往下拉 拉到255这 然后你把 所有的这个颜色的这个线宽 你把它改一下改成0.1 比如说好 那么就跟我们这个画那个 大一的时候画那些图一样的 老师会教你 他有135的这个比例 那么强线要加出强线是6号色吧 紫色 单独给他一个0.4比如说好 然后我们 8号是我们是需要 然后做一个淡显的处理 我们可以把他的 线宽呢设的盖细一点 比如说0.09 然后淡显呢 我们给他60% 然后我们保存并关闭 那就是你可以把应用到布局 那么你下次就不用再来设置 你就把它设置好了 就是以后你打这张图 他就一直用这个设置 应用到布局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点一下预览 看一下 这个图啊 他答应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他这个墙会加粗 然后他的 啊 这些地形呢 会稍微的做一个淡显的处理 啊 包括这些填充啊 他没有这个纯黑色 就是他们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墙 可能稍微的有点太粗了 比如这地方啊 他都 连在一起了 我们把这个 可以再去修改一下 这个 你可以根据他这个预览的样式 我们把这个6号的这个 我们就要0.3就行了吧 然后淡显呢 我觉得还不够啊 8号的这个 我们给他50% 然后线宽 我们给他0.05 再看一下 再预测一下 好 这个就更细了 对吧 这个填充的这个 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填充的 然后这个墙呢 啊 也比之前的感觉看起来要舒适一点啊 就这个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确定打印啊 你打印 打印之后呢 你比如说我们放到这个桌面上 这个文件啊 打印出来了 那么这个是你把整个一起拿出来打印的 那个 这个就是 你说你要教图 那么你整个一起就把 直接放在一起就打印出来了 你可以这样子操作 那么如果说你要在ps里面去操作好 有时候我们还会这样子 就把分开进行 比如说我只打这个建筑 然后我只打这个地形 那么第一次我比如说我 不要这个地形 我先 按块键1 我把这个地形隐藏了 然后我按Ctrl加P 然后我去 这个窗口我就不去动它这个地方 你去预览的时候你就发现 这个地形没了 他只是把这个建筑放在这个位置 就是你可以去设置一个窗口 但是 反正你一旦设置这个窗口之后 就是你设置的打印的范围 就是设置了 你就不要去改它了 我们默认就是这个区域对吧 好 我们先去打印第一张 我们先把所有的这个样式表设置好了之后了 我们不去动其他的东西 我们只是去通过关闭和隐藏图层 我们来 打印不同的内容出来 我们第一张呢 我们打印一个 比如说这个 打印这个 导出 建筑 好 好这个是第一张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形打开 直接选中这个地形这个图层 我们按快键2 就是只显示这个图层 其他的全部都隐藏了 然后我们再来一次Ctrl加P 我们直打地形 这一次我们把地形和这个建筑分开打 我们这个地方导出 地形 好你就导出了这个地形 这个样子我们在 PS里面去做这个后期操作的时候 会更好用一点 这个地方 虽然这个我们主要是讲这个CD和这个天正 但是你要去跟其他的软件结合起来的话 你导图 你也不能说你导一个 整的图出来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PS了 简单的去处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一个差不多这样子的效果 那他这个也不是他原始的效果对吧 就他这个原来的图本来是一张白图 就是你如果想要去给他填色 你就可以简单的处理一下 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么样的效果 这个就是PS后面 我们再去讲了这个操作了 那么CD这些课 我们主要就讲到这里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小的案例的这个学习呢 我相信大家对整个这个CD制图的这个流程 应该是比较清楚 就是我们怎么一步一步的去把这个图了 从这个墙 然后门窗 然后去画家具 对吧 然后去画一些填充的这些 更多的细节 然后其实整个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最后去加一些标注 然后最后导出pdf 那么更复杂的这些图子了 其实他都是由这种很简单的图子 一步一步的这个就是 慢慢的画出来的 就不同的楼层之间 可能他会有楼梯啊什么的 你单独的去啊 加这些东西 然后包括有些他很复杂的 会有些引柱啊什么 但他最基础的最基础的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先去画墙 门窗 然后再去画家具 那些分割啊 然后就标注啊 大概就是这个思路啊 就是好 我们这节课 那么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